好,我们复习链式法则,也就是称入 这是求导数部分,应该说是最难掌握的一部分 很容易出错 它的理论很简单 就是y如果等于fgx 那么y关于x的导数 它是f先关于gx,先把gx看成一个整体求导 然后是g关于x求导 或者把它写成y等于fu,然后u等于gx 那么y关于x的导数就可以写成 先把y关于u求导数 然后再u关于x求导数 好,开始我们第一个公式 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习惯 那么我们可以用第二个公式 我们先来 先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射出来 射出中间变量 那这个是这一部分 应该说是怎么说呢 第一个公式 其实用习惯了我们第一个公式 我们其实好用一些 就是差不多是每次去掉一个括号 每次去掉一个括号这种方法 公式只有一个 但是变化多多的就是千变万化 那我们先看一些简单的地体 第一个是y等于 比如说 sin log x 我们要怎么样去求 y的导数 或者说是dy over dx 那我们开始不熟悉 我们可以这样子算 我们可以写成 y等于sin u 然后u等于log x 那么dy dx 它是等于dy du 再乘上du dx dydu 或者是dydu 就可以写成f关于u的导数 再乘上g关于x的导数 那么dydu就是sin u的导数 再乘上log x的导数 sin u的导数是cos u log x导数是x分之一 然后把它带回去 x分之一 因为u是log x 所以x分之一乘上cos log x 那么相当于是 也就是把log x当成一个整体来看 先求导 然后再把它 再把log x求导算出来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好 dy dx 我们先看外层的是最外层括号 最外层的括号是sin 那么首先是cos 然后这里面看成一个整体 那么至于这括号里面是什么 我们都不管 意思是说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sin x sin x导数就是cos 那么括号里面长什么样 我们先不管 所以就是cos log x 我们照写 照写了以后 我们再看括号里面的 log x的导数 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第一个公式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先把括号里面的 至于括号是什么东西 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把外面的这些导数写出来 然后再去求里面的导数 先求括号外面的导数 然后再求括号里面的导数 所以是cos log x乘上x分之1 好 这种方式求出来 那我们看第二个 好 y等于log x平方加上3x 那我们还是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习惯 我们可以写成 y等于log u 然后 u等于x平方加上3x就行了 那么dy dx可以写成是dy du 再乘上du dx dy du是u分之1 就是我们可以写成是log u的导数 再乘上u关于x的导数 log u的导数 log u的导数是u分之1 在u关于x的导数 x平方加3x 所以是2x加上cos x 好再把u带回去 是x平方加上3x分之2x加上cos x 那么第二种方式 我们直接说 我也得导数 我们先看最外层 括号里面 我们先不看 最外层是log 所以它的导数 是括号里面的分之1 把括号里面的 看成一个整体 然后在括号里面的导数 好 所以是x平方加上3x 里面的导数是2x加上cos x 好 习惯了 用这种方式就行 就好了 好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称入的基本的做法 我们称入 然后再合上product数 再加上我们前面的一些求导法则 我们会变出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花样来 那例如说 y等于 1加上x 乘上根号下 2加上x平方 再乘上三次根号 好 这是3加上x的例方 那y的导数呢 因为首先我们看到 这是三个函数相乘 那么就是1加上x的导数 第一个的导数 第二个不变 第三个也不变 再加上第一个导数不变 第二个的导数 再加上 呃 乘上第三个 再加上第一个导数 第二个导数 第二个导数都不变 第三个导数的导数 那这怎么办呢 第一个好说 1加x的导数就是1嘛 所以是 根号下 2加上x平方 再乘上三次根号 3加上x的例方 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 1加上x 那么这个函数 我们首先把它写成 2加上x平方的二分之一 然后再求导 好 这是三次根号 3加上x的例方 好 1加上x 根号下 2加上x平方 好 这里我们写成 3加上x立方的三分之一次方 好 导数 2加上x平方 乘上三次根号 3加上x立方 好 1加上x 那么这里就 就是 就里面 本身就有称入了呀 那么 最最括号 我们先把这个括号 当成一个整体 当成一个整体 什么的二分之一 二分 什么的二分之一次方 那么就是二分之一 好 这里面照写 那么就是负二分之一 然后再乘上 2加上x平方的导数 这是我们称入的做法 然后三次根号 3加上x立方 好 这里是1加上x 根号下 2加上x平方 好 这又是一个括号 括号 这是三次根号 然后把它写出来 等于根号下2加上x平方 那是三次根号3加上x立方 1加上x 好 好 这里是 这个导数是2x 所以跟这个二分之一约掉 所以是x乘上2加上x平方 那我们习惯了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快一点就是我们用第二种方式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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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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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cos,好,括号里面就照写 好,然后再管括号里面的导数 好,这个的导数 那就是cos3logx前面这个照写吧 那么这里又是一个括号 括号我们先看看括号外面是什么样子 括号外面是sin,还是一个cos 然后括号里面的是照写f 然后再乘上括号里面的导数 这个样子来算 所以是cos3logx 再乘上coslogx 然后logx这是x分之1 我们不管它有多少层 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算 第一层 你习惯了,我们就用这个方式 一层一层的去括号 我们不管它的复合项是怎么样的 好,这个我们要习惯用这种方式来算 我们再看一个啊,这种方式的 嗯,看有多少层的啊 Y等于,就是tine-1 呃,e的,呃,我们先不说e吧 呃,log,呃,sin,e的x平方 好,这个够复杂了 我们先,我们说求导数 我们就是看括号 那么最外层是括号是tan的-1 所以我们先是1加上整个括号里面的平方 就是log3e的x平方 这整个的平方分之1 然后再看里面的导数 这是log3e的x平方 这个的导数 好 1加上log3e的x平方 好,整个的平方分之1 那么我们每次再去看括号里面的 这是那么最外层的这个是log 所以是我们括号里面的照写分之1 用log嘛,就是括号的倒数 那么这个log已经去掉了 那么就剩下3e的x平方 这个的倒数 你开始的时候不习惯 你就这样子算 好 那这就变成了1加上log3e的x平方 这个整个的平方 好,还要乘上这个 这两个可以 这两项可以合同在一起 这是sin1的x平方分之1 好,我们这里又是这样子括号 那么括号的外层是sin 所以是cos 好,里面的照写 然后还有e的x平方分之1 1的x平方 这个的倒数 那么现在的函数是什么 哪里呢 括号在这儿了 好,我们是cos1的x平方 好,注意分母 这是一大串 这一大串我就不再写了 那我们先看 先看这个的导数 那么先是括号在这儿 那么e的什么东西的导数 那么就照写 然后括号里面的导数 所以就变成cos1的x平方 再乘上1的x平方 这个求出来是2x 好,分母是1加上log3e的x平方 这个的平方 再乘上一个sin1的x平方 这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我们要 你不习惯的话 开始不知道的话 我们一层一层的去括号 这只是我们只重述很多 那么有时候跟其他的法则 一起应用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出问题 我们先看 这是立体5 那我们看立体6 我们先看这个 y等于这个三次根号 1加上x的三次方除以 1-x的三次方 那我们先把y写成什么呢 有根号的话 我们先是把它写成密函数的形形 这是三分之一 所以y的导数 我们先看括号外面是三分之一 所以是三分之一 至于里面是长什么样 我们先照写就是了 然后是-三分之二 我们先看括号看成一个整体 然后再看括号里面的导数 它的导数 那前面我们照写 好 那这里是一个除法 那我们就只需要把它们 只需要把它们用除法的法则就可以了 这是1-x的三次方分子的导数 3-3x平方乘上分母 减上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 -3x平方 写成这样子就算了 我也不想给它 应该是可以简化的 这是-3x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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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负的 所以是等于 3和3可以都约掉 所以是1加上x平方 1-x平方 所以这是负的三分之二 好 这平方 分母是 1-1-2的平方 这是3x平方 加上3x平方 所以是6x平方 那么3x五次方 因为把前面这三约掉了 这是2 这有个三分之一 这有三 所以是x平方 减x五次方 那么再加上x平方 再加上x五次方 那么x五次方就约掉了 这个问题 这些我们都还好 那么最怕的是这种 又是 又是称入 又还有加减 加减里面又套加减 这种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先看 比较常见的 一个非常经典的题 是根号下 x加上 根号下 x再加根号x 那我们用去括号的方式 一层一层的去掉 那么这个题 我们就是绝大 绝大多数的同学 在第一次碰到的时候 都会出错 那我们怎么样去算 我们先把y写成什么呢 y等于我们根号 就写成二分之一嘛 x加上根号下x加根号x 好 这个二分之一 那里面还有 所以x加上x的二分之一 然后是二分之一 最后是二分之一 那我们要注意 用去括号的方式 一层一层的去 我们才会不容易出错 那我们先看 最大的括号外面是二分之一 四方 所以它的导数是二分之一 里面的照写 好 这是负二分之一 好 里面的东西要注意 这是x加上x加上x的二分之一 然后又二分之一导数 好 这又是二分之一 然后这是负二分之一 那么里面的这个 这是两项 要记得这是两项加 这是两项的相加 所以就相当于是x的导数 加上x加上x的二分之一 这个二分之一 这个再求的 好 因为这是两项相加 两项相加 我们前面的导数 加上后面 前一项的导数 加上后面的导数 所以是等于二分之一 好 这个是 如果二分之一 这里我不再详细的写 那么这里 我们要尤其注意 这是x导数 是一 好 又还有 这里又是一个称入 但是这是称入 跟这个 加 其中一个没有称入 另外一个有称入 所以这里面的东西 特别的 容易搞混 这是一 加上 那么这里面 又是一个括号 里面 有二分之一 所以要是 二分之一 x加上x的二分之一的 负二分之一 这个要乘在这儿 是x加上 x的二分之一的 第二 要注意啊 这个是只能乘在这一项里面 这个是只能乘在这一项里面 不能把这个1 这个1不能乘进来 容易出错在这些地方 那也要 就是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 加减里面又套着 称入 好 二分之一 好 这一块是 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好 1加上 二分之一 x加上 x的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相乘 这里面就可以 又是两项相加 就是称入套 套着那个 加法 或者减法 但是减法里面 又套着称入 这个就比较容易 这个就出错了 那这里是 这又是两项相加减 所以说 1加上 二分之一 x的负二分之一 好 这样就才算完了 这是特别容易出错的一种题 如果你们可以 也有兴趣的话 可以可以练习一下 这两个 这两种题 就是 我这两个 我就不再去 讲解了 三次方 1加上 根号 又是三次方 那这里面不是x 是1了 这是三次方 然后1加上 三次根号 x 可以去试一下 这些东西 y等于log x分之一 加上log 这里面又是x分之一 加上logx分之一 这两种是类似的 这是够够复杂的了 那么这两种是特别 这这我们最后说的这种是很容易出错的 那么你要成的类像是要成在什么地方 所以要尤其注意 所以要尤其注意 再来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但是也是差不多的 x加上 刚号下 二次 不是 二次不用写了 这是x平方加1 这是称入 里面有product rule product 又有加法 而加法里面又有称入 这几个题 你们自己去练习 把这几个题练会了 能够自己能解出来 就差不多称入 你就会了 那么称入 我们就复习到这 需要多练习 因为称入这里很容易出错 因为你的一个括号少解了 或者多解了 或者是解错地方了 那么都会造成错误的结果 谢谢大家